第405章 迦南学院执法队 当年那场雪战的起始原因呢 已经没有太多人去考究 而唯一能够让的人知道的 便是那雪战之后 两名斗王以及一名斗狂强者的尸体 被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手段挂在了这蛛丝灵树之上 自从那之后 迦南学院周边范围便是陷入了一片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宁静地带 再没有任何黑角域的强者敢携带着满脸杀气闯进这些小镇 即使偶尔几次骚乱 那骚乱之人呢 也会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 成为一具尸体被挂在了死灵树上 这些年间死灵树的恶名也是几乎扩散到了整个黑角域 因此 即使是那些穷凶极恶之徒 也是很少再有胆量 进入这对于他们来说便是坟墓的地索 站在小镇门口 萧妍深信了一口气 将心中的含义驱逐而出 也不理会那些惆怅着不敢进入镇门的人 脚步一抬便是踏进了这代表着迦南学院入口的和平镇 在萧妍脚步刚刚踏进镇门时 他便是觉察到一道奇异波动从自己身上扫了过去 没有太理会那道带着检验味道的奇异波动 萧妍抬头望着小镇街道上 街道中有着不少行人 街道两旁摆放着各种小摊 一些小孩在街道上穿梭打闹嬉笑 这一副安静融洽的氛围 与黑角域中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街道上的那些行人自然也是发现了 那从镇门走进来的萧妍 虽然眼中隐藏着一分警惕 不过却并没有太大的惊恐等反应 目光扫过街道 萧妍刚欲行进其中 心头啊突然一动 抬头将视线投向小镇那些房屋之顶 却是见到十几道影子 正犹如猿猴般矫健地对着正门方向闪躲过来 片刻之后 十几道人影便是闪现在了小镇大门处 目光扫过萧妍等人 其中一名领头的中年人淡淡地说道 凡是进入和平镇的人 必须曝出自己的身份 姓名等等 否则将会直接被驱逐出去 眼镜从这十几道人影身上飘过 萧妍发现除了那位领头中年人之外 其他的十几位呀 有男有女 不过都颇为年轻 看面貌也就二十三岁左右 这些年轻人还统一穿着淡蓝色的衣衫 另外在那衣衫胸口处 皆是佩戴着一枚蔚蓝色的徽章 徽章中雕刻着一把沾染着些许阴红血液的匕首 此时这十几名年轻人正拿着戒备 以及淡淡地排斥目光盯着萧妍等人 另外在报了各自名字身份后 便将这丹药服下把 中年人一挥手 一瓶淡红色的丹药便是出现在了手中 他随意地瞟了一眼那些脸色有些变化的黑角域中人 冷冷地说道 放心这不是什么毒药 只是由学院炼药系而炼制出的一种感应杀气的丹药 若是你们在小镇内心存杀机 那这丹药便会从你的体内散发出红光 我们执法队将会顺着红光寻找而来 而你们也应该知道 我嘉南学院是如何对待哪些将黑角域风气带到这里的人 在你们打算离开小镇时 可以到镇中心的解药发放点领取解药 不过解药一到手 便会有执法队一路监督着你们离开小镇 听得中年人这话 正门口的那些人哪 不由得脸色微贬 以他们那种经常在刀口上舔血的敏感神经 怎么可能会让得自己去吞服一些莫名其妙的丹药 那岂不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到别人手中吗 然而就在一些桀骜之人忍不住的想要出声反对时 那中年人身后的十几名年轻男女顿时苍的一声 整齐地抽出腰间索配常见 颜色各不相同的斗气自他们体内渗透而出 最后见尖直指向镇门口 大有一言不合便是直接动手驱逐的势头 和平镇的规矩一向如此 若是不想的话那便离开吧 不然进了又违反规矩 那说不定一旁的死灵树上便是要多挂点东西了 中年人副手淡默地说道 随着其话语落下 一股强横气息缓缓自身体之内渗透而出 这些人的实力恐怕至少也是在七星大斗师以上吧 感应着中年人那股雄厚气势 硝烟滴滴地喃喃道 瞧得对方那没有丝毫松动的模样 那正门口的一众人呢 脸庞上忍不住地涌上一抹凶器 不过当他们眼角飘向一旁的死灵树之后 却是浑身打着一个寒颤 刚刚酝酿起来的凶器顿时烟消云散 咬了咬牙 一些依然不甘就这般吞服丹药的人呢 便是无奈地退了出去 随着那些人的退去 剩下的人呢虽然不愿 可却值得走近 然后走向中年人 在报出各自姓名后 领了一枚淡红丹药 当着执法队的面吞了下去 望着那些乖乖吞下丹药的人 中年人淡默的脸色这才略微缓了缓 不过他似乎对黑角玉的人很是不待见 因此始终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 那个本院的学生能不能不吃这东西 就在中年人习惯性的江丹药地匪面前的一位年轻人时 后者突然问道 听得这话 周围的人以及那十几名执法队顿时将错的目光投了过来 望着那张年轻的清秀面孔 中年人满脸疑惑的说道 你是本院学生 当初在过了那学院招生测试后 便是请了一段时间的假期 所以只能自己过来了 萧炎耸了耸肩微笑道 你是自己穿过黑角玉走到这里来的 文言中年人顿时一愣满脸惊愕 要知道一般学院的新生在到达黑角玉之外后 便是由学院派人一路护送过来 毕竟在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混乱地方 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生 恐怕连黑玉大草原呢都走不出来 便是会为无数按刀子给解决了 对于中年人以及其身后十几名年轻男女的诧异目光 萧炎笑了笑 唯一点了点下巴 乔得萧炎点头 中年人眼中诧异更是剩了许多 目光上下扫过萧炎 说道 抱你的名字 年龄 招生导师 萧炎 十八岁 导师 眼睛眨了眨 萧炎脑海中浮现出 当年那温宛如揉水一般的成熟女人 不由地笑道 若林导师 十八岁 十八岁便是敢独自横穿黑角玉 小子 不管你的话究竟是真还是假 这般魄力 我倒是还第一次看见 中年人挥了挥手 刚欲对着身后的人吩咐让他们查答案时 一名皱眉苦苦思索着什么的青年脸色突然一变 失声道 萧炎 难道你就是加玛帝国 那个疫情嫁便是两年的萧炎 青年的叫声让得周围人一愣 玄机皆是满脸恍然 将那些有些怪异的目光投向萧炎 这个还没有进入学校 便是直接请了两年假期的刺头学生 早已经在这一年中 让得整个学院都是听说了他的名声 当然 萧炎名声之所以能够在加南学院这般深入人心 自然是与薰儿脱不了干血 萧炎 薰儿玄位中的那个萧炎哥哥 几名青年在愣了愣之后 那望向萧炎的目光中 突兀的多出了些许莫名的意味 这种神情 萧炎那以前在乌坦城时 也曾经在那位嘉烈少爷眼中看到过 这个妮子 我还没来学院呢 结果便是给我弄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情敌 乔德那几位青年眼中的神情 萧炎顿时依乐 在心中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所说的是加玛帝国乌坦城的萧炎的话 那么应该便是我了 萧炎冲着那同样是一脸差异的中年人探了探手 笑道 你先和我们去办事处查一查答案吧 如果你所说不假的话 那倒是不用吞服这东西 对了 我叫霍德 是嘉南学院执法队二小队的队长 也是学院的一名黄街导师 在萧炎说出乌坦城名字时 中年人便是相信了几分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 他还是让得萧炎那跟着他对着阵中学院办事处行去 你好 霍德导师 微笑着打了一声招呼 见到霍德点头之后 萧炎便是在附近那十几名执法队员一样的眼光中跟了上去 嘿 这家伙真的就是那个萧炎吗 不远不近的跟在霍德身后 那十几名学院执法队员呢 望着萧炎的背影 不由的互相窃窃私语了起来 看起来应该不假吧 貌似也不是很帅呀 为啥让得熏儿学妹那般惦记呀 甚至为了他还直接拒绝了我们头儿的追求呢 也别小害了这个萧炎 他能够单身闯进黑角狱 并且安全地来到这里 这足以说明一些东西 至少现在的我们若是在黑角狱中逗留个十天半个月 我不敢保证自己能手脚健全地回来 一名面目平凡的青年盯着萧炎的背影 瞥了一眼同伴淡淡地说道 这位面目平凡的青年似乎在执法队中啊 有着不小的威望 因此一听见他这话 其他的十来位执法队员呢 都是一乐 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作为这与黑角狱接触的第一个小镇 他们平日可见多了这黑角狱中的那些疯葬 请假疫情便是两年时间 这个家伙也是奇葩呀 不过我想接下来学院里 或许会多很多好玩的事了 在那学院里不知道有着多少人呢 正在盼守等待着 那能被优秀地让很多男人都感到自愧的熏而学美 整天念叨的萧炎哥哥 究竟有多神通呢 双臂抱在胸前 青年轻生难难倒 六章关键时刻 嘿 竟然还真的是那个 疫情便是请了两年假期的新生 宽敞房屋之中啊 获得手中捧着一卷档案 档案之上会有萧炎的图像 虽然呢 那张图像是三年前所画 脸庞上还略微带着几分青涩 不过那大致轮廓倒是与萧炎一模一样 将手中答案合拢 获得脸庞上方才真正地露出一抹笑意 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若有深意地笑道 小家伙不简单啊 小家伙不简单啊 答案上说两年前你仅仅只是四星斗者 可如今恐怕至少也是斗师级别了吧 听得获得这话 房间中的那些执法队员呢 顿时有些一愣 旋即错愕地将目光投向萧炎 两年时间从四星斗者紧接成为斗师 这种速度也是很不错了 萧炎微微笑了笑 既没否认也没承认 你现在是打算去学院里吗 获得笑着问道 嗯 萧炎点了点头 带着他你才能够进入学院 获得呀从那解释中取出一块蔚蓝色的徽章 将之递给萧炎 然后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头对着房间中的那些执法队员笑问道 对了 明天似乎正好便是内院选拔赛吧 嗯 是的 获得队长 一名队员赶忙回答 你倒是好运 刚好来学院呢 必是能够见到这种盛事 不过我记得 去年内院选拔赛便是有你的名字 这还是若林导师排除众议给你报上去的 不过可惜呀 最后你却没来 这可把若林导师气急了 所以我想 今年呢 他应该不会再报你的名额了 毕竟 这一次的选拔赛 可是关系着他能否进阶成为 玄阶导师的关键 获得笑眯眯的说道 文言消炎一正 想起当年所见的 那性格温婉的女人 脸颊铁青的模样 便是苦笑了一声 我那时的确有事赶不过来 这可不关我的事 你要解释自己和他解释去 获得幸灾乐祸的笑了笑 目光望了一眼 外面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沉吟道 现在天色已经暗了 不过我看你急着去学院 也就不留你了 不过在迦南学院之外 还有着一片极大区域的原始森林 那里面高阶魔兽种多 夜晚春行危险系数不小 我可以让人驾驶失旧 载你直接赶往迦南城 如何 那便多谢获得导师了 听得这话 消炎一喜 感激地说道 多玛给他的地图啊 仅仅只是黑角域的范围 对于进入和平镇后 该对哪里飞行 他便是有些一头雾水了 如今有人带路 自然是求之不得 哈哈 没事 获得笑了笑 现在的他呀 与先前在镇门口时 所展现出来的冷漠 极为不符 他挥了挥手 将一男一女 两名执法队员叫了出来 然后吩咐了一声 便是让得两人出去准备 消炎啊 在临走前 我可得提醒你一下 虽然你还没有进入过学院 可你在迦南学院中的潜在对手 恐怕已经不少了 哈哈 想必你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虚弱那种优秀的女孩子 对学院中那些天之骄子的吸引力 实在是太大 这才来学院两年时间 名声便是赶上了 那个令人头痛的小妖女 所以你的那些情敌 可都不是简单货色呀 不过我建议你懂得一些隐忍 那样会好点 获得靠近消炎 善意地提醒道 文言消炎清笑了一声 虽然少了两年学院生活 可他相信 自己这两年的生死打磨 绝对不会比任何教育方式弱 这两年时间 即使是斗皇 甚至斗宗强者呀 他也毫不畏惧地与之战斗过 难道如今还会在这学院中 被一些同龄人所吓倒吗 多谢霍德导师提醒了 萧炎铭记在心 冲着霍德笑着一拱手 在停得外面响起的 施救低吼声 萧炎那也不做过多停留 转身快步地行出房间 乔德那里在门外街道上的 巨型施救兽 此时施救上面的一男一女 正冲着萧炎笑道 萧炎学弟上来吧 我们护送你到嘉南城 多谢两位了 笑了笑 萧炎脚尖轻点地面 身形矫健地跃上施救兽背上 旋即双脚犹如粘在了后者身体上一般 没有丝毫颤动 乔德萧炎那丝毫不动的身形 施救背上的两人脸庞上 闪过一抹诧异 要知道 这施救的羽毛有着一种奇异的诗气 一些初次乘坐他的人呢 只能坐在特定的人造位置上 方才能够稳住身形 而萧炎却是完全凭借着自己 将身体保持在平衡线上 这一手 即使是他们两人呢 也不可能这般从容地露出来 副队长果然说得不错 这个萧炎还真的是有一些本事 两人心中嘟囔了一声 冲着那走出屋中的霍德摇了摇手 然后嘴中发出一声哨声 顿时 匍匐在地上的施救 翅膀一震 巨大的身体便是盘旋着 升空了起来 望着那迅速变得渺小起来的小震 萧炎轻吐了一口气 抬头目光迷离地望着蔚蓝天空 一张淡雅精致的少女容颜 缓缓在脑中浮现 那一贫一笑 都是让得过了两年苦日子的青年 那般牵挂 勋儿 终于是能够见到你了 这一次的飞行啊 足足持续了将近一夜时间 当然 这也是将途中休息了两三个小时 加进去的缘故 在第二天天色蒙蒙亮时 一缕陈灰从大地尽头投射而出 将天地间的黑暗尽数驱逐 而此时正闭目尘神的萧炎呢 却是有所感应一般 睁开了紧闭的毛泽 目光投向遥远之处 那里一座占地庞大的 让人杂实的城市轮廓 缓缓出现在了薄雾之中 这便是嘉南城吗 既是深处高处 可却依然未能够将整座城市 完全收入眼中 由此可以瞧出啊 这城市的面积究竟是何种庞大 哈哈 萧炎学弟 待一会儿啊 我们会把施旧 停在城中的飞行停留处 而到时候 你便需要自己赶去学院了 这一周是我们这一支执法队执勤 所以可不能离开和平镇太久 那名执法队的青年转过头 对着萧炎笑道 多谢两位学长了 萧炎点了点头 微笑着感谢道 不用 青年摆了摆手 嘴中再度发出一声哨声 施旧顿时一声低吼 震动着翅膀 对着那庞大的城市俯冲而下 嘉南城飞行停留所 萧炎抬头望着 那再度腾空而起的施旧 缓缓吐了一口气 转身行出这空旷地锁 出了飞行停留所 一条青石铺旧而成的宽敞街道便是出现在了眼前 街道上那汹涌的人流啊 让得萧炎暗暗砸折 这种人气 即使是加玛帝国的帝都感知不上 不愧是大陆最古老的学院发源地呀 光是这名头便是会吸引得无数人来到此处 没有过多的在街道上有所停留 萧炎按照先前那名执法队员所指的路线快速行去 而如此在城市中兜兜转转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萧炎终于是有些无奈地停下了脚步 望着那依然是看不见尽头的街道 他忍不住苦笑道 该死的 这城市修得这么大干什么 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他也懒得再急急赶路 放缓了脚步的对着城市中心的迦南学院行去 缓步行走在宽敞的街道上 感受着那种正常城市氛围 萧炎心中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里不像黑角域那样 再次走过一条街道 在遥远处 似乎萧炎能够看见那座古老学院的模糊轮廓 给我拦住那小子 刚刚转角 前面不远处突然传出一道鹤声 玄机街道上略为骚乱了起来 一大群人呢迅速围成圈子 指指点点地瞧着里面的战斗 目光随意飘过那些看热闹的圈子 萧炎并没有凑过去 手掌轻拍了拍背后的玄重尺 脚步不急不缓地绕开人群 就在萧炎执行向那远处学院时 人群中一道年轻的冷笑怒声 却是让得他突然的停下了脚步 哼 马炎 别费心思了 凭你那实力 还想打我表妹的主意 小子 敬酒不吃 哼 给我上 不需要他的命 不过 却是必须见红 在那道冷笑声响起后 又是一道有些恼羞成怒的声音响起 玄技人群中啊 便是一阵肉体接触的闷响 背对着人群 消炎沉默了一会儿 听得里面响起的闷响声 轻叹了一口气 玄技转身 人群之中 一位年约十八九岁左右的蓝衣少年 正眼睛充斥着怒火的 与周围几名男子狠狠地以拳头换着拳头 从青年身体上渗透而出的斗气来看 似乎啊 在斗尸级别 不过 那围攻他的四名男子 明显实力不比他弱 因此 那蓝衣少年啊 一直处于下风 脸庞上偶尔挨上一拳 便是有着血迹 从嘴角流出 又是一阵混战 一名男子超冷子 狠狠一脚踢在蓝衣少年小腹上 顿时 后者身体便是蜷缩了下来 而乔得他没有还击之力 四名男子啊 却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四脚齐动 刁钻很辣的 对着蓝衣少年身体狠踢而去 蕴含着凶猛进气的脚掌 在即将达到蓝衣少年身体上时 一道黑影猛然闪躲而过 最后 结实地砸在了四条腿上 顿时 四道惨叫声 立马尖叫着响起 四个人呢 抱着大腿 在地面上痛苦地滚动了起来 黑影在击退四人之后 便是化为一把巨大的黑池 插在了坚硬石板上 蓝衣少年抱着小腹 艰难地站了起来 脸色有些苍白 对着那背对着他的黑衣青年 拱了拱手 说道 这位先生 多谢了 蕭宁 蕭宁 两年不见 你倒是比以前少了许多锐气呀 黑袍青年缓缓转身 乔得那张因为自己的面孔 而目瞪口呆起来的蓝衣少年 淡淡地笑道 蕭宁 这蓝衣少年 竟然便是当初在蕭家 与蕭颜有着一点恩怨的蕭颜 你 你是蕭颜 满脸呆滞地望着 那张两年都不见的脸庞 半晌后 终于回过神来的蕭宁 有些难以置信 哼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蕭颜轻笑了一声 虽然少年时 对这个一直跟自己 不太对头的家伙有些芥蒂 可如今呢 他也不再是当年 喜欢意气用事的小孩 那些事 自然早就烟消云散 而且不管如何 面前的这个人呢 都是与自己 有着一丝血缘关系 怎么可能会忘记 蕭颜表弟 苦笑了一声 蕭宁望着面前的蕭颜 心中情绪也是颇为复杂 如今他也是在外面 混了两年多的时间 也同样不再是小孩了 在外面这充斥着 各形人色的世界中 他方才觉察到 其实当年家族中的那段经历 方才是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不管如何 总是自己亲人要亲一些 萧宁表哥 乔德那冲着自己露出一抹歉意笑容的萧宁 萧颜微微一笑 轻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这些家伙 萧颜将目光撇向地板上翻滚的四人说道 紧接着萧宁有些无奈地说道 哎 还不是因为勋儿 这些家伙知道我们的关系 便是想尽办法想从我这里搞到勋儿的消息 麻烦死了 不过在学院呢 他们倒是不敢动手 今天出来买东西 碰巧被这些家伙遇见 听着萧宁这话 看来呀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文言 萧颜也值得苦笑了一声 果然是红颜祸水呀 那小妮子如今 恐怕也是真正的褪去了当年的青涩了吧 嘿嘿 勋儿现在可不得了 女大十八变 她确实越变越漂亮了 这两年呢 不知道多少人为她所沦陷 我想啊 即使是你再次见到她 也会惊讶的 萧宁黑黑笑道 哈哈 小屁孩子能变到哪里去 萧颜摇了摇头轻笑道 老成的话语却是忘记了 她也不过才十八岁而已 你这话在学院去说 可是会被群殴的 萧宁翻了翻白眼 玄技似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突然一变 一把拉住萧颜对着学院大门跑去 该死的竟然忘记了 今天可是内院选拔赛 若领导师禁不住熏而撒娇 又冒着会失去进阶玄阶导师的机会 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如果你还是和上一次缺席的话 那入领导师三年之内都别想进阶了 呃 写了我的名字 萧颜一脸错愕 唉 不过就算赶来了 那也恐怕没多大用处了 这内院选拔赛可不是普通选拔 那有资格参加的 哪个不是学院的尖子 没七星以上的实力 恐怕上场就会被淘汰 急跑的脚步突然缓了缓 萧领叹息道 萧颜一正张了张嘴巴 还没有说出话 萧领啊便是又说道 算了算了 能来总比缺席好 就算失败了 入领导师也只是这一次进阶失败而已 下一次还有机会 说完了萧领便是火烧火燎的 拉着萧颜对着那古老学院快速跑去 作为嘉南学院的一大盛事 那所谓的内院选拔赛 自然是极为惹人关注 而且在这个选拔赛上 那些平日在学院中的风云人物 皆是会露面 这对于那些将这些人视为心中偶像 以及爱慕对象的男女学员们 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吸引力 因此虽然院方早就准备了 学院里的最大一个广场备用 可却依然是被挤得人山人海 无数嘉南学院的学员 挤破了头冲进广场上的席位 在看台上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人头 以及那直冲云霄的喧闹声响 这庞大广场呈圆形之状 在广场周围 尸体不断地向上蔓延 那形状犹如一个角斗场一般 坐于广场周围的人海 皆是能够清晰地看见整个广场 在此时的广场中啊 两道人影 一男一女 彼此闪躲交错 双掌接触间 迸发出的凶猛斗气波动 让到周围看台上 时不时地爆发出惊叹之声 不过那些看台上的目光 明显将近有着一大半 是停在那一席淡青衣裙 郊区闪动间 轻盈飘逸的倩影之上 两道人影又是一次 显之又显的交错 但青色倩影又是骤然一顿 双掌尖金色大盛 带起一道光线 准确地印在那青年胸口上 狂猛地进起 直接时间后者 震得退出了战圈 学长 承让了 一击退敌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 冲着那模样 颇为英俊的男子 弯身形了一个 挑递不出任何毛病的礼节 迅儿学妹果然不愧是这一届最有潜力的学员 我输了 虽然被击败了 可那名英俊的男子倒也干脆 笑了笑 目光深深看了一眼 那犹如青年般让得人心控神怡的青衣少女 玄机洒脱退出 此局消勋儿少 听得那裁判台上响起的鹤声 青衣少女这才转身夺下比赛台 勋儿真不错 在青衣少女下台之后 一旁地看台上 一名女子冲着她挥了挥手 笑道 若林导师 无视于周围设来的炙热视线 勋儿小跑进那特殊安置的看台 笑奄奄地喊了一声 旋即将目光转向看台旁边的一群女子 微微笑道 小玉表姐 小妮子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竟然连那莫文娜都被你打败了去 看来这一次啊 你一定能够进入内院了 一名身着担子怨服的美丽女子 笑着走过来 在她走动时 那双被包裹在裤腿中的 修成圆润长腿 便是立马地将原本那 看向勋儿的一些炙热目光 引了过去 这般炙热长腿 实在是引用男人的大杀气 希望吧 勋儿微微笑了笑 与萧玉身后的众女打了声招呼后 便是挽着萧玉的玉璧 在若林导师身旁坐下 低声笑谈着 萧玉表姐 那个 萧炎表哥还没有过来吗 勋儿目光瞥了一眼 一旁虽然看似放松 可眉宇间 却依然是奄奄有着一点焦虑的若林导师 低声问道 嗯 文言呢 萧玉也是低叹了一声 宣记紧握着玉手 低翅道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究竟在搞些什么 当初说好了 值钱一年的假期 可如今却是拖了 足足两年多 而且还次次缺席 他应该很快就会来的 勋儿轻咬着红唇说道 我也希望啊 不过今天就是选拔赛了 他若是再缺席的话 若林导师就 萧玉苦笑了一声 在两人嘀嘀的窃窃私语中 那广场之中又是过去了三波战斗 而在第四波之时 一名男子闪躲而上 手中长枪猛的触地 蕴含着侵略性的炙热目光 毫不掩饰地 对着勋儿所在的地方 扫了过去 玄阶三班削崩 对战黄阶二班 萧岩 随着裁判席上面的声音落下 顿时 喧闹的广场上 突然安静了许多 无数道目光啊 投向了黄阶二班 所在的方位 这两年时间 萧岩这个名字 早已经被迦南学院的学员 乃至导师们牢牢记住 毕竟自迦南学院创建以来啊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 直接请假两年的刺儿头学生 当然 更多的原因啊 还是上一次那院选拔赛时 那唯一一个缺席的名字 所以 如今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呢 都是将目光投向了 勋儿他们那里 因为勋儿在学院中的出色表现 让得他追求者众多 然而两年以来 却依旧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打动他 唯一能够从他嘴里 听到最多的称呼 便是那个所谓的萧岩哥哥 而这种极其亲密的称呼 自然又是使得 那从没有露过面的萧岩 成为了众师之地 对于那无数道射过来的目光 若领导师光洁的额头之上 忍不住的浮现些许冷汗 手掌也是紧握了起来 眼睛扫视着四周 期盼着那两年前啊 让得他极为重视的身影 能够犹如救世主一般的 再次出现 安静下来的广场 也是让了勋儿与萧玉紧张了起来 对视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一抹焦虑 萧岩嘛 一个胆小的不敢露头之人 让得一个女孩子 去承受那些不必要的非议 这人不行 在一处位置不错的看台处 一席白山青年 摇了摇头淡淡的说道 他配不上勋儿 白山青年赫然便是 当日那带山脚处 与勋儿相遇之人 似乎叫做白山 他是嘉南学院 年轻一节中的风云人物 尽头啊 可不比勋儿等人弱上多少 切 这就是让得勋儿念叨不已的男人 他是属乌龟的吧 跟这种男人 还不如跟着我呢 那些臭男人有什么好的 全凭下半身思考的雄性 在看台上的另外一处 积家地索 一名身着红色衣裙的少女 双臂还在胸前 背靠着一根铁管 妖娆的曲线 被笔直的铁管 印衬得极为诱人 此刻的他 望着那竟然无人上场迎战的广场 不由得撇了撇嘴 颇有些不屑的冷笑道 小妖女 给我坐好 大厅广众下 这般放肆 成何体统 在红衣少女一旁 一名发须揭白的老者 求得她那姿势 以及特里独行的言语 不由气地吹着胡子说道 红衣少女毫不客气地 给这个明显在嘉南学院地位不低的老人 一个白眼 冷横道 亏你还是外院的副院长 换作是我 早就把那个消炎踢出学院了 两年假期 哼 好大的架子 没办法 虚尔妮子执意地要护着那小子 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悬寂沉言道 不过 不过如果这一次 她依然还是缺席的话 那么 也就实在没办法了 嘉南学院的规矩 不能破呀 难道你还能指望 这最后的几分钟 那个消炎能够出现吗 红衣少女斜撇着老人说道 唉 我倒是希望 老人叹了一口气 缓缓闭目 等待着这场闹剧的结束 安静的气氛 在广场中持续了两分钟后 一些窃窃私语 终于是响了起来 唉 这个不守信用的混蛋 望着一旁脸颊上 不满失望的若林导师 小玉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低声骂道 勋儿微垂着头 拉拉拉若林导师的袖子 轻声道 对不起 导师 不用自责 这事又不关你什么事 若林导师拍了拍 勋儿的手掌 强笑着安慰道 没关系 大不了再等三年便是 走吧 站起身来 若林导师对着 萧玉与勋儿说道 看他略微有些泛红的眼圈呢 貌似并非是 如同嘴中所说的 那般洒脱 一群同班的男女 失望地叹息着站起身来 便欲离开广场 然而 那刚站起身子的勋儿 胶躯骤然一僵 翘脸猛然抬起 喃喃道 他来了 嗯 什么 一旁 萧玉等人一正 没有听清楚 就在萧玉问话之时 广场上空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 骤然响起 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吸引了过去 随着破空声响起 一道黑影 猛然自天空暴湿而下 轰然砸在广场之上 坚硬的地板 都是直接被镇成了粉末 扑腾而起 营绕了一小片区域 是谁 乔德那射上的黑影 那名叫做 薛崩的持枪青年 不由的冷喝道 勋儿目光死死地盯在 那片被灰尘遮掩的区域 翘脸上涌上一抹 难以掩饰的激动 他来了 听得勋儿这话 若林导师以及 萧玉等人 皆是郊区一阵 玄机目光急忙地 投向场中那片区域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灰尘之中 有着轻微的脚步声响起 在这鸦雀无声的广场中 那脚步之声啊 犹如是踏在人心口一般 让得人心脏随之跳动 轻轻的声响逐渐响亮 一个背负着 巨大黑齿的黑袍青年 在灰尘中若隐若现地浮现 片刻后 终于是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黄街二班 消炎 黑袍青年前踏一步 微微抬头 淡淡的声音 却是犹如雷声一般 在广场周围 每个人的耳边 轰隆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火